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之处在于它每天需要吞噬约三万吨海水 似乎从来没有吃饱过 然而更神奇的是这个洞虽然每天吞下这么多海水 但是我们从未见它排出来过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科学家的猜测 在地球诞生之初的时候 这处无底洞就已经存在了 经过科学家们的计算 每天大概流下那个洞里面的水是有三万多吨的 但是就算是这么多的水流进这个洞里面 这个洞却没有被填满 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大家都想去找一找它的出口 但是并没有找到 1985年 美国地理学家曾组队考察过这个无底洞 发现它是石灰岩地形的漏斗 竖井一类的地形 有入口就有出口 但是科学家在洞口附近找了很久都没有发现排出四万吨海水的出口 美国考察队为了探索这个洞穴的出口在何方 将一种在水里不容易褪色的染料倒进了这个洞里 随后在周围的湖泊和海水里寻找被染色的海水的踪迹 然而毫无头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莫非海水量太大 把带有染色的海水全部都稀释掉了吗 最后考古队只有失望而归 探索宣告失败 但这支队伍并没有放弃 他们又将一种玫瑰色的塑料粒子放入洞中 这种粒子能浮在水上也不会被溶解 一旦在其他地方发现这种粒子就表示那里是出口 但是科学家们几年内找遍了所有水域都没有发现一粒这种粒子 当初500吨塑料粒子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在接下来的时光里 人们以各种方式去探索这个洞穴 但是都没有任何结果 目前依旧无法得知究竟是因为这个洞穴足够大还是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出口 喜欢视频记得关注简单谈生活哟 投赛 视频adares 拜访